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记忆力变差 没有办法专心 最严重的状况甚至会导致有一些人自杀 医生公团 部分有之前患者的感觉很难开口 就无愿意去看医生 经济统计 台湾患者经过治疗 有高达七成的人 还是好聚 民众应该开始接受治疗 优医症的患者其实虽然他的症状很多很复杂 但是事实上在现在的科学发达的状况之下 大概有70%以上的治愈率 也就是说只要你不要汇集机能够到医院来接受治疗的话 有七成以上你可以恢复跟正常人差不多 那这样子的治疗的比例是相当的高的 现代人没分十五十五 老人也是小孩 有人因为生活经济 也是抗亚问题 也有人因为刚做竞争来竞争 都会生受各种压力 心情难免都会出在时尊 医书表示这些状况 经过受盖 都会有可能不免得呦呦就会好聚 如果以前治疗 也会亲家朋友的到三天 都会可以讲解有很正常的三星 中西新闻 卢青龙 中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